第971章 一字狂暴 稳住 不要乱跑 有减伤开减伤 没减伤 吃药 治疗群家 乃奇注意踢的血 陆离最怕的不是BOSS技能 而是担心下面的人像眉头苍蝇 脸慌乱 不仅会加大人人伤亡 甚至还有可能因为打BOSS不利导致团灭 好在这里大部分都是精英团的玩家 心理素质过硬 这些人最怕的也不是BOSS技能 而是指挥官沉默 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 一旦指挥官能够第一时间发出指令 他们就会不由自主地照着指挥官的命令去做 几个巨石砸到地面上 然后顺势翻滚起来 撞倒了不少玩家 除了一开始下落砸死了几个人 后面翻滚什么的 由于玩家要么开了减伤 要么喝要加满了血 所以造成的伤亡其实并不多 一旦玩家患乱扎堆 挂掉的可能就不止这么点了 小怪清理完了 水精灵那边终于干掉了几万只小怪 玩家伤亡二十多个 都用复活技能拉起来了 几乎所有职业的复活技能 都要求施法者在脱离战斗的情况下使用 所以 陆里只要安排几个治疗职业别进战斗 就可以远远的复活战斗中死亡的玩家 当然 这里还有一个距离的要求 距离近了 必然会进入战斗 距离远了 复活技能就不够不着 只能让德鲁伊去战负 休息一下 然后加入替补团吧 陆里点点头 目光并没有从主战场脱离 他密切地关注着场内的情况 哈格尔的狂暴依旧解除了 不过 他可能是磕了什么药 现在依旧不见为民 我就不用了 我先去打boss 水精灵拒绝了陆里的好意 陆里怂怂奸 对此也没说什么 因为这里人太多 所以他们不由自主地保持了一副 我不认识这个人的态度 殊不知一举一动 都被放大成了八卦 818 我们老大和裁决之剑老大 这些年的感情经历 陆里 我玩游戏才四个月 818 某个小白脸的崛起之路 奋斗不敌软饭 陆里 长这么大 第一次有人说我脸白 818狗男女狼狈为奸 一起做过的坏事 陆里 我听都没听说过 3号boss20线 2号18% 祭祀打慢点 说了 祭祀打慢点 那几个远程 怎么还在打 不打你浑身发痒是吧 陆里点了几个名字扣分 让有点懒洒的玩家 瞬间一个机灵 虽然是跨工会指挥 但是陆里的权威 在水精灵的指挥下 还是彻底地贯彻了下去 祭祀是法系冠 虽然偶尔能给自己加个 小治疗术 但是在一群打断技能的虎视单单下 几乎没有能够成功加到自己身上的 大治疗术 无法被打断 但是小治疗术 就有一定概率打断了 那么多 技能一起上 总有一两个幸运成功的 所以他的血量下降得最快 陆里担心祭祀死了之后 其他两个boss会狂暴 一直在控制着2号boss的血量 10% 都打起精神来 马上就要 成功了 战斗持续时间太久 不少人都已经露出了疲态 不过陆里的话 犹如一管兴奋剂 让大家全都精神起来 有些指挥官喜欢报忧不报喜 害怕队员们 懈怠 陆里却不一样 他总觉得 人只有在心情特别好的时候 才能对事物投注最大的精力 他说快成功了 然后所有的人都信了 MT注意开减伤 其他人保留输出大招 小心应对可能出现的狂暴 只要撑过狂暴 这一次的 就算成功了 又一个甜枣丢出来 玩家们也没时间去质疑 刚才都说马上成功了 现在怎么 又要撑过狂暴才能成功 三个BOSS一个也不狂暴 这种概率 几乎不敢想象 尤其是野外BOSS 攻略野外BOSS是出了名的难 每次都要死很多人 而死人最严重的 就是这最后阶段的狂暴 血量稳步下降 逐渐逼近诱发狂暴的5% 1号3号BOSS停手 2号开始输出 别太急 让他狂暴 就在这时候 陆里又开始出新招了 从来没见过像他这种等着 BOSS狂暴的 玩家们 虽然障暴和尚摸不着头脑 可还是服从了他的命令 于是2号BOSS 提前进入狂暴警戒线 而且他果然不负众望的狂暴了 注意安全 治疗 去支援一下2号BOSS 其他两个不要打 稳住就行了 尽可能不要死人 陆里的声音传遍了现场 聪明的人已经明白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了 用最坏的打算 做最充足的准备 陆里直接假定 三个BOSS一起狂暴 会不会团灭不好说 但是在场站着的 估计要贵一半 狂暴增加的 不只是普通攻击威力 还有大招的威力 三个大BOSS一起放大招响 都不敢想象 这是最坏的打算 一般情况下 不太可能发生 可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陆里不想拿一两千人的经验 和时间去堵纳微小的概率 既然如此 他就设计了一下 让三个BOSS一次狂暴 最先狂暴的是 2号BOSS十恶大祭司 埃尔芬 他确实对玩家造成了伤亡 但都在可控制范围之内 30秒钟之后 狂暴结束 他以2%血量 陷入维米状态 其实如果 之前放手打的话 说不定这2%血 早就给清空了 陆里留着他 就是为了防止 剩下的两个一起狂暴 然后是老一旦 呃 守护者奥布莱恩 他的一轮狂暴 结束后 也尾了 三号卡兹格罗斯雕塑 狂暴的 比之前两个更加剧烈 他的攻击 几乎笼罩了整个区域 不断地有人挂掉 但是更多的人 却在治疗的帮助下 艰难地挺了过来 这种艰难可以理解为 只要其他两个 BOSS任谁 在狂暴的情况下 放的大招 都能清扫一大片 陆里用他的观察力 和经验 挽救了可能产生的团灭 他甚至高估了自己的队伍 以为三个 一起狂暴 才会团灭 事实上 任意两个一起狂暴 就差不多了 风少撑住 你不想要经验了吗 陆里凉凉地提醒了一句 本来 岂岂可畏的蔚蓝海风 再次振作起来 在大BOSS的疯狂 柔林下印生生地 坚持到狂暴结束 全力攻击 最短的时间内 拿下这三个BOSS 总攻的命令 下达 只剩一丝血的 三个55级大BOSS 成了砧板上的鱼肉 第972章 姐姐们疼你 系统 恭喜裁决之剑工会 威宇格工会 在指挥官陆里的带领下 完成了十恶守护者 奥布莱恩的击杀 系统 恭喜裁决之剑工会 威宇格工会 在指挥官陆里的带领下 完成了十恶大祭司 埃尔芬的击杀 系统 恭喜裁决之剑工会 威宇格工会 在指挥官陆里的带领下 完成了卡兹格罗斯 雕塑的击杀 三杀 系统公告 今天再次刷新了 玩家们的三观 一条手杀 无所谓 一天两条手杀 只要不是同一时间完成 也不是没有工会办到过 可这一次 是几乎同一时间 三条手杀记录 而且这三个BOSS 听起来都很高大上的样子 只要不是太蠢的人 都应该知道 裁决之剑和威宇格 一次性面对了三个BOSS 而且取得了胜利 不提沸腾的世界频道 战斗现场倒下三个 BOSS后 也是一片欢腾 因为这是野外 治疗 在战斗距离之外 就能复活玩家 而且来的德鲁伊非常多 小队长们 自己就能安排人 复活倒下的战友 所以虽然在战斗中 挂掉的人不少 最后真正躺在地上的人 并不多 三个55级的BOSS 参战的人都能分到经验 很多人当场就升级了 就算是挂掉过一次两次 其实算下来 经验损失的也不是很多 然后更有几十个人 喜上没烧 他们幸运地得到了 技能点奖励 两千人比几十 这种运气 显然很难落到 黑手团长身上 所以陆里只得到了 经验和一点声望 扫了一眼经验条 已经35%了 如果每天都能来 几个这样的BOSS 一周就可以升级 话说回来 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作为一个众生者 陆里对一些隐藏BOSS 还是了弱执掌的 他之所以迟迟未动 大多数都是因为 这些BOSS没什么油水 或者攻略的条件比较苛刻 可为了升级的话 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而且还有首杀世界通告 他发现一件事情 他不怎么在意的首杀 对工会里的普通玩家 似乎影响特别大 就刚才他就看见 好些人一起抱着 又哭又笑 上辈子没机会参与 这辈子已经习惯 原谅他无法理解 他在这边算计 下次干掉哪个BOSS 那边已经为了BOSS 争执起来 毕竟是两个工会 人都是有私心和归属感的人 不可能融洽如一 魏与格这一次属于从属关系 但是他们出动了八个精英团 也是不争的事实 而且总体实力 比裁决之剑的三个精英团 和九个准精英团 强了不止一筹 在战斗中也没少伤亡 所以他们要求分走三号BOSS 正常情况下 要三号BOSS也无可厚非 虽然三号更强一些 可出产的东西 倒也不至于比一号和二号加一起多 毕竟同为55级 这和之前陆里水精灵达成的协议 基本上差不多 而裁决之剑的人 之所以只愿意给二号 而不是三号 可能是都觉得 这场战斗之所以能够胜利 陆里的指挥功不可没吧 换做其他任何一个 指挥可能都要灭上一两次 才能顺利打掉 就连魏与格一些人也这么想 更何况这BOSS 本来就是人家裁决之剑的 两个工会会长 带着一群高层在那边商讨 陆里和水精灵都没有参与 眼看着没完没了了 陆里这边给跟号三发了信息 咱们这边别太过分 二号BOSS给他们 然后稀有材料评分 以后还好合作一些 没有魏与格这个BOSS打不了 就算陆里出动40个团 也没用 他们的精英团 实力本来就比不上 魏与格的精英团 更何况他们只有三个精英团 打这个BOSS精英团才是主力 裁决之剑 所谓的准精英团 也就是辅助着清理一下小怪 要说换一家工会合作的话 陆里还要担心 会不会被人背后捅刀子呢 这种事情 在游戏圈屡见不鲜 已经没办法成为 工会之间攻击的借口了 因为大家基本上都做过 包括肖默的荣耀之都 也曾经捅过盛世王朝 好几次刀子 盛世王朝的没落 和这一点不无关系 魏与格那边一听 立刻就同意了 打野外BOSS 装备是一个目的 而稀有材料 更是很重要的目的 但是他们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 必须把残梦 借给他们摸BOSS 好吧 借过去也无妨 反正残梦最喜欢摸BOSS 既然二号BOSS给了魏与格 自然就先从 这个十恶大祭司埃尔芬开始了 法杖 传奇 作为一个萨满祭司 十恶大祭司埃尔芬 掉落了 传奇萨满专属法杖 属性非常不错 可惜需要55级才能用 陆离松了口气 幸好裁决之剑 没有强力萨满 最强的洛英回忆 还不是走的治疗路线 而这把传奇萨满法杖 基本上全都是加治疗的 治疗萨患上这件装备 实力至少提升30% 魏与格有不少女生玩萨满 这件装备 他们还是很满意的 第二件是暗金板甲战靴 属性爆标 蔚蓝海风等一众板甲 看着直流口水 可惜也是55级才能用的 第三件是暗金皮甲手套模具 水精灵自己拿走了 第四件是黄金锁甲衣服模具 听名字就知道 是偏向萨满的 虽然看不见属性 但是估计也差不到哪里去 而且50级就可以装备了 后面还有一本技能书 德鲁伊 宁静 一件稀有材料 一个合成宝石 两个强化石 而且是手杀 这样的收获 已经非常不错了 如果非说有什么可惜的话 那就是 没出强化技能书 听说残梦摸装备 有发红包的惯例 那几位分道装备的 威宇格玩家 都给残梦发了一个 丰厚的红包 当然 陆离觉得 他们是在拉拢小红手 事实确实如此 残梦 现在就接到了不少人的私聊 什么 我们工会女孩子 多比较方便 过来 姐姐们疼你 一起捉萌萌哒的小宠物 想不想越来越漂亮 各种美容分享 女生私密悄悄话 剩下两个BOSS 都是裁决之剑的了 第973章 夜幕杀手 第一个BOSS奥布莱恩开始 暗精 长柄武器 因为加了全属性 特效也没偏向什么职业 所以 能拿长柄武器的战士 其实 德鲁伊 猎人都可以使用 这样一来 竞争就大了 所以 裁决之剑的桶子们 撕了个不亦乐乎 第二件是暗精皮甲裤子模具 名字叫夜幕杀手皮裤 陆离直接就说归己有了 很好吗 水精灵凑过来轻声问道 挺不错的 陆离知道自己刚才表现的 太急切了一点 不小心就暴露了自己的情绪 事实上 他确实非常的激动 为这一件暗精皮甲装备 而激动 他甚至一点都不觉得 一号BOSS没出传奇 很可惜 已经接触到的套装 有很多 但是曙光里真正算得上 是套装的 是从T系列开始 斯坦索姆的时候 他们接触了 T0套装 属于50级的套装 而后面 还有T0.5 获取的方式 不是直接从怪物身上掉落 而是通过做任务 对T0套装进行升级 T0.5套装成型后 会变成55级的装备 这套装备 被很多玩家追捧 但是55级真正的套装 可不是这种提升上来的水货 它叫夜幕杀手套装 也就是传说中的 T1套装 此后还有60级的 T1.5狂妄者套装 T2血压套装 T2.5死亡执行者套装 T3古莲套装 属性 当然是越来越好 陆黎不打算搞T0套装 因为麻烦 而且很快就会落伍 就算升级成了T0.5 还要等55级才能穿戴 不如直接搞T1套装 至于需要55级才能穿的问题 自然由减装备等级的石头来砸 只要有一块减10%需求的石头 它就能在50级的时候 装备这件装备 虽说减装备需求的石头 越来越难爆 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会需求 但是陆黎知道一些方法 或许能够获取一些这样的石头 这样 它就又可以在装备上领先别人了 领先的等级 领先的装备 不懈的努力 就算没有太好的游戏天赋 也能吃下这碗饭 其实 有它这种想法的人特别多 尤其是明星赛首 土豪玩家什么的 只是他们再怎么 土豪 收不到减装备需求的石头 也没办法 只能瞅准了 市场 一旦有就重金砸上去 第三件是一件法系暗金踢风 技能书 没出 两个合成宝石 一个强化石 还有两件稀有材料 1号 BOSS出了八件东西 并不比二号差多少 当然 只有董行的人才知道 不少人都在探析一号BOSS 没出传奇 这实在是太可惜了 55级野外BOSS 又是首杀 不出一件传奇对得起谁 但是官方又没保证 野外BOSS出什么 玩家们 只能抱怨两句 就算了 他们的注意力还在后头 还不知道 三号BOSS能够出什么呢 陆离希望 还能再出一个盗贼 T1不见 可惜这种希望 连他自己都觉得扯谈 传奇 盾牌 这件装备名字 和等揭曝出来之后 整个裁决之剑欢腾一片 傻子都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裁决之剑的 MT实力更进一步 也意味着攻略 副本和BOSS更加容易 陆离也很惊讶 这里抱了传奇盾牌 只要盾牌属性不是差的 令人发指 铁定比之前 威宇格的那把萨满专属 法杖要值钱的多 土 灵护卫者 十恶怪 也是土灵的一种 这里掉这种极品盾牌 似乎也没什么奇怪的 这张盾牌 以超高的防御和体质文明 而且还有四个很厉害的特效 堪称MT的极品 最主要的是盾牌需求等级50 蔚蓝海风再加把劲 就能换上了 这种盾牌 自然也要工会分配 给蔚蓝海风是毫无疑问的 不过他换下来的 暗金盾 也依旧成为一种MT竞价的对象 然后是一件暗金不甲护腕 被肥猴子拿走 一件暗金板甲腰带 被工会另外一个MT有形天下分道 一件黄金蹄 假鞋子分给了先红右腕技能书 强化恢复 牧师给目标持续加写的状态技能 这个自然是要给三月宇了 两个合成石 其中有一个装备需求等级10% 另外一个加法商 两个强化石 可惜的是并没有稀有材料 传奇装备 强化技能书 减需求的石头 第三个BOSS确确实实给了大家一个惊喜 就算是没有分到东西的玩家 也不气馁 工会里有人会对这些东西综合估价 然后没有得到装备的获取积分 积分多了 下次自然就该轮到自己 对于裁决之间的收获 微宇格的人是羡慕的 但是他们今天也算颇有收获了 价值最大的倒不是装备材料 而是那一连三次的首杀世界通告 这玩意无论花多少钱都很难买到 一号BOSS出了两件材料 二号BOSS出了一件 三号一件都没出 这样的话一共就是三件稀有材料 事先说好了 评分 陆里很大方的分给了微宇格两件稀有材料 小怪也出了不少东西 材料装备技能书 这个怎么分 水精灵问 评分吧 差不多就行 陆里对此倒是不怎么在意 不过当他看到 这些东西里有几张暗月卡片的时候 立刻就反悔了 这些卡片都是套卡 一般要八张才能合成一个完整的 就比如陆里之前得到过的暗月卡片 虚空 这些卡片大部分来自于五十几以上怪物掉落 宝箱也能开出来一些 最后陆里多分到了两张卡片 付出的代价是告诉水精灵 这些卡片怎么用 有什么用 谢谢你今天找我们打BOSS 水精灵声音少有的 轻柔 走在陆里身边 看着还在打扫战场的玩家们 不客气 应该是我要感谢你 陆里带着水精灵 走到摊坐在地上的哈格尔身边 介绍给这个诸如 NPC认识 既然是任务 他也希望帮助威宇格 争取一点好处 不得不说我看清你了 精灵 你的朋友都很强大 而且非常的多 哈格尔受了不轻的伤 但是还不足以致命 第974章 捡需求石头 哈格尔先生 既然这样 我想我应该能够得到额外的奖励 陆里很不客气地说道 千万不要以为诸如一族遭了大难 就轻视他们 诸如是著名的机械工程师 技师 他们对世界上的科学知识 有着深刻的了解 正因为所以 这种深刻的了解 他们能够将知识转化为 令人惊讶的工具 车辆 盔甲和武器 诸如工程学 和地精工程学各具特色 在爱泽拉斯世界 处于不分伯仲的地位 眼前这个战斗力惊人的 高阶诸如盗贼 随便丢点什么图纸道具出来 都能让陆里收获丰厚 所以他才厚着脸皮过来要东西 哈格尔很想说 你们把十恶怪聚居的都抄家了 还找我要酬劳 还能要点脸 不 可是这样的话他说不出口 因为他没陆里 脸皮厚 十恶怪聚居地 是陆里的人打下来的 和他又没什么关系 他这个发布任务的 不给奖励说不过去 于是陆里又得了一些经验和声望 连带着水精灵也得到了一些 这个配方 是我父亲留给我的 可惜我在这方面没有天赋 如果你喜欢的话 就请拿走吧 哈格尔拿出一张工程学图纸来 陆里顿时眼睛一亮 装备技能书别的地方都可以打 但是工程学图纸难找啊 诸如这个种族出了名的殷勤不定 陆里这种魅力之不合格的玩家 在他们面前就一坨那啥 理都不带理的 更别说触发任务了 哈格尔的这两个任务 还是第一所孤儿院必然触发的 可是等他把图纸接过来一看 顿时就傻眼了 不是说图纸不好 事实上这种图纸拿去卖的话 最起码也要上千斤 得精起薄器 超级品的图纸 可是关键是 陆里已经有了 上次下马拉顿的时候 工匠吉兹洛克就掉落了这张图纸 你说你一个诸如 奖励个毛的地精起薄器 陆里差点都想喊人过来 把哈格尔这家伙给做了 可他不能这么做 对方又不算真的坑他 只能再奖励一个人了 你要想好 哈格尔打断陆离接下来的话 似乎早就料到他要说什么 诸如斥后的脸色也不好看 毕竟两千号人在这里 让他一个个的奖励 倾家荡产都奖励不过来 他干脆选择死掉算了 水精灵站在旁边安静地 看着陆里和哈格尔讨价还价 到这个时候 他才拉拉陆里的胳膊 私聊过来一句话 让小八降赏 对啊 陆里顿时眼睛一亮 连忙把系统亲闺女 喊来了要奖励 其实 如果是一个辽媚高手 在这里 一定会坚决地拒绝这个提议 哪怕这个提议再怎么合理 也要深情地坚持 让眼前这妹子来领奖励 所以 某些人没有女朋友 不是没理由的 小八降听说这事之后 立刻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 还没与陆里打招呼 就和NPC聊上了 不多久 小八降就通过铁卢堡的某某 NPC和哈格尔扯上了关系 哈格尔也表示 早就从朋友那里 听到了小八降这个热心善良温顺 可爱小冒险者的名声 于是乎 又是惊艳又是声望 最后还送了一件装备 和一块捡需求的宝石 毫无疑问 如果是水晶零零奖励 铁定就是一件装备的命 不说装备有没有小八降的这一件好 需求宝石 绝对不可能出现 装备是盗贼45级的 暗金腰带赫格尔表示自己 没有其他职业的装备 很抱歉 只能给盗贼的 小八降 把装备给了陆里 然后抱着宝石笑眯眯地走了 陆里身上的腰带 还不错 所以把这个 暗金腰带给了水晶零 于是皆大欢喜 地下世界似乎很广阔 我们可以在这里探索一下吗 陆里知道 哈格尔对这里很熟 所以问了一句 不 我们都要尽快离开这里 哈格尔死命地摇头 得到这个聚居的负灭的消息后 石恶怪很快就会蜂拥而至 到时候 所有的地下族群都会逃命 这里会建立一个新的聚居地 原来如此 陆里恍然 这估计就是石恶怪独特的刷怪方式了 新来的石恶怪 估计会非常强大 所以哈格尔才这么怂 既然这样 陆里当然不会打脸充胖子 呼唤了一下 打扫完正常的人 全都用炉石回城了 哈格尔虽然受了伤 但是他实力强大 前行能力比陆里强了 不知道多少 自然不用担心 但是仍然有不少盗贼 或者德鲁伊玩家 选择暂时逗留 他们大部分的采药和采矿等级比较高 在这里 会议一段时间之后 就能有不错的收获 而且地下世界很广阔 石恶怪大军来了 避开就行 活动结束后 陆里就不会干涉 这些玩家的行动了 他也直接回城 想要装备替衣护腿 除了材料不足 还需要有高等级的财送动手才行 三月宇的还差一些 不过差的不多 只要多花钱材料和时间 三五天就冲上去了 差的材料也不算太稀有 找审万三想办法就好 主材料工会仓库里就有 所以陆里 把模具交给三月宇之后 就安心地等成品了 比赛之余于 他主要还是把时间放在了 练集和工程铸造两个生活技能上 当然 还有捡需求的石头 小八将那颗捡需求的石头 是捡五趴的 被他自己拿去插长青藤法杖了 这把三月宇 让给他的法杖 他宝贝得不得了 迫不及待地 想要装备上 陆里也不好和小孩子抢东西 BOSS掉落的那块七趴的 陆里分给了三月宇 这样 他就可以装备上王者之书 他自己需要的石头 只能自己想办法 最容易得的时候 自然是竞技场 千夫掌 及其以上没剩一个军衔 捡需求的数目不定 运气差的1%也有 运气逆天的 很有可能20% 至于更高的 比神器还难预见 其实20%已经很逆天了 比如 一把80级的武器 插上石头之后 就变成了64级 可用 一把武器 就能让一个人咸鱼翻身 当然 等到那时候 合成石的种类和属性 都会大幅度提升 别人在65级武器上 插一个带极品特效的合成石 未必就比80级的武器差多少 现在合成石 很少有增加特效的合成石 所以还是捡需求的石头 更合算 第975章 竞技场刷玩家 既然决定了 打竞技场 自然要以效率为先 事实上 对普通玩家来说 打战场赚荣誉 比打竞技场要快一些 就算输了的话 战场杀人也加荣誉 而竞技场 却是按照场次算的 输了的话 甚至不加反减 但是对于高手这个道理 就站不住脚了 真正的高手想赚荣誉 都是去竞技场 速战速决 杀人如割草 依旧是1v1 超过一个人的打得慢 而且匹配对手也慢 不知道要打到猴年马月 才能获得足够的荣誉值 陆离这次没有开房间 而是随机匹配 因为自己开房间的话 房间号码会随着胜率的增多 越来越引人注目 自然也就会有很多高手 想来挑战陆离讨厌高手 那意味着战斗时间的增多 又因为距离上次打竞技场 已经过去了很多时间 所以他的竞技场等级 已经下降很多 最开始这场匹配 居然匹配到了一个 43级的菜鸟 幸好他隐藏了姓名和等级 不然这菜鸟一定直接下尿 即便如此 在陆离连前行 都不用上去三刀解决他之后 他也很长 一段时间 对匿名玩家充满了心理阴影 第二场是一个46级战士 打得也不难 只是没有第一场那么快 所以陆离设置了一下筛选选项 屏蔽掉了战士 盗贼 骑士 德鲁伊 四种职业 这四种职业 战士骑士是板甲不好打 盗贼可以前行 抓贼也浪费时间 德鲁伊同里 而且他还会给自己加血 此外 他还把准备时间缩短到了一秒 这样一来 效率就大大增加了 曙光玩家众多 匹配进行得非常快 几乎几秒钟 就能匹配到合适的房间 去掉对方确认的一两秒 再去掉准备的一秒 十几秒的战斗时间 整个下来大概半分钟 解决一个对手 陆离的军衔 在今天第一场竞技场开始之前 是百夫掌14290 到千夫掌需要两万 一共差5710点荣誉值 曙光竞技场 根据装备综合分数 以及等级 战斗时间来计算荣耀 而一场战斗获胜 少的话大概十几点 多的话几十点 以陆离的等级装备 自然不可能出现 上百点荣誉点的进展 平均下来大概20点左右 这样的话 陆离需要战斗将近285场 才能完成目标 一场战斗不足一分钟的话 整个也就三个多小时 就到了千夫掌的位置 一般人可能需要一周的时间 毕竟不是谁都能像他这样打那么快 而且每次都会胜利 陆离立刻去军须关那里 去换解虚球的石头 暴风城的军须关 是一个秃顶大叔 浑身都是肌肉的那种 落腮胡子一大把 如果不是狗熊一般的身高 估计看上去更像一个矮人 陆离实在不明白 为什么一个人头发都快掉光了 可是胡子竟然还那么茂盛 嗯 一个新的千夫掌 火箭 你想要一头勇猛的猎豹做起吗 只要两万荣耀点 非常的便宜 你要知道 卡多普利上位很积极地推销道 目前曙光每周 能得到战阁峡谷第一名的不多 所以 黑色战马得到的人不多 黑色猎豹 虽然不如黑色战马 全身皮甲那样拉风 但是目前千夫掌位数不少 两万荣耀点 也不是遥不可及 比黑色战马容易获取多了 抱歉长官 我想换宝石 陆离懒得和这个画牢 NPC废话 这家伙身上没什么任务 如果玩家想和他聊天的话 就算说三天三夜 他都不带重样的 而且还老是误导你 让你觉得他身上有好任务 真是的 兔顶的卡多普利上尉叹了口气 我和你说啊 大叔 赶时间 陆离有气无力地打断他 现在的年轻人啊 这个人类大叔摇摇头 打开宝石袋 让陆离伸手进去 摸一块宝石 千万不要多拿呀 我卡多普利的眼睛可厉害了 哦 大叔 我想先去洗洗手行吗 见到这种获取的方式 陆离心中突然灵机一动 哈哈 小子 我一看你的表情就知道 你想干什么 你是不是想去买个家空间的戒指啊 哈哈 卡多普利上尉 哈哈大笑 看陆离的眼神 就像看一个白痴 我操你大爷的 陆离 差点忍不住爆粗口 换个人一定胸的脸色发红 然而他脸皮特别厚 竟然如无其事地摇摇头 大叔 你实在是误会了 算了 既然你这么说 我就不去洗手了 听天由命吧 君须关卡多普利上尉 冷笑不语 摸出宝石 荣耀职也随之扣除 陆离掉头就走 一句话都不想 和这货说了 要不是没时间 回头 铁定区论坛 写个818的帖子 黑死这老家伙 掏出石头 看了一下属性 装备需求5% 55级的装备 要53级才能用 有 等于无 他现在连50级都没呢 就算拿去换来 BOSS掉落的那颗 7%的石头 也要等到52级才行 陆离实在等不下去 干脆继续冲下一个 军衔等级算了 他就不信 下一次的运气 还是这么帅 可惜不能找人带领 不然他就要么 放凶残的小八将 要么放恐怖的小猎人 两个丫头不打竞技场 从头开始带很累 不然陆离道 可以带他们打竞技场 回到竞技场 陆离输了口气 继续投入反反复复的 刷玩家节奏中 此时的竞技场 同样有一个 正在刷荣誉点的高手 荣耀之都的第一盗贼血笔 已经48级了 他手上有一把 50级的传奇匕首 实在等不了升50级 于是便打算 搞一块捡需求的石头 直接砸上去 可惜工会里存不住石头 问了几个朋友 也都没存货 市场上又买不到 于是打上了 和陆离相同的注意 应该说他心智毅力 不如陆离 陆离不论多么枯燥 疲惫 都能一如既往地 保持高效率 血笔他碰到了 百十个菜鸟之后 就有点忍无可忍了 这些都泥马 什么鬼东西 没一个能撑几下的 于是逐渐麻木 第976章 血笔要炸了 血笔甚至都想放弃了 但是他距离万夫长 只差了一两百点荣誉 估计再打十几场 就能解决 所以必须咬牙切齿地忍下去 作为一个盗贼 性子这么急 还能攀升到目前的地位 必须成为血笔天赋惊人 这一场是个盗贼 血笔稍微提了一下精神 出进场的刹那 大家都还没有前行 所以血笔能够看到 对手的样貌 装备 等等 正要前行隐藏自己的时候 血笔猛的瞳孔一缩 他全身的毛孔一炸 整个人的血液都沸腾起来 终于 终于碰见了一个对手 比他想象的还要高端 还要让人欲罢不能 不要问他 为什么知道这人的身份 反正他有自己的手段 而对手显然也认出了血笔的身份 毕竟他连脸都没有蒙着 也是他的那些对手 都毫无战意的原因 无论是有没有一些压箱敌手段 碰到超越自己太多的人 都没有继续地打算 陆黎也很惊讶 这次想起来刚才 晋级千夫长的时候 竞技场自动刷新 千夫长之后 陆黎再匹配 就不可以匹配千夫长以下的对手 所以西勇会刷新 他忘了重新设置屏蔽对手职业的选项 他没想到会碰到明星赛手 毕竟他没有开房间 随即匹配 碰上熟人的概率太低了 曙光人数众多 就算玩 PVP的玩家没有 PVE的多 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这么多人匹配 让两个明星赛手碰在一起 只能说 哥们这都是缘分 鞋笔 已经做好了大战一场的准备 这一战虽然没有关注 但注定会成为他个人的职业 里程碑 就在这时候 对手冲他点点头 然后消失了 好 你终于前行了 我 等等 系统提示了什么 鞋笔的脸色 就好像本来想去拉屎 突然发现 是已经在裤子里了 那种无助和愤怒因 满了他的胸膛 让他差点在竞技场上炸掉 系统 由于你的对手放弃了比赛 胜负判定 恭喜你赢得了比赛 换做一个普通人 碰到这样的情况 或许能乐歪嘴 这世上 还有比不战而胜 更让人觉得 有成就感和侥幸心理的吗 尤其是面对一个势均力敌对手的时候 可惜血比不是普通人 他是高手 高手应该得到尊重 而不是如此漠然的无视 没错 他觉得自己被羞辱了 被无视了 所以 血比站在已经冷却的竞技台上 抖着手在世界频道问 血比 世界频道 陆里你啥意思 你为什么看不起我 无意中关注世界频道的人 立刻就惊奇了 这该不会是冒充的吧 可是他名字的颜色代表的可能明星赛首 游戏协会认证的 应该没有办法冒充吧 现在的世界频道 已经没有那么热闹了 至少闲聊已经不可能 因为没有人承担得起 上次系统更新后 每一条一个金币的价格 偶尔出现的 只有世界公告 工会收人 昂贵物品出售 血比 也是气急了 才这么高调的在 世界频道问陆里话 据说陆里 平时屏蔽所有的频道 而世界频道中 如果出现某人的 ID 就算想屏蔽 也屏蔽不了 十一哨 咦 笔笔这是咋了 刚被我睡过 难道又被陆里给睡了 游戏斧圈 或者说明星赛手圈所谓的睡 基本上就是KO的意思 在今天早上的赛场上 荣耀之都对战黎明之意 血比惨败十一哨之首 而且这场比赛 是荣耀之都在第一季职业联赛中 首次惨遭滑铁路 十一哨的那套黄金套装 也被扒出来了 50级的黄金套装 直接插石头 让十一哨提前装备上 在他败给陆里之后 为了弥补机动上的缺陷 黎明之意又花大价钱 搞了一件传奇靴子 十一哨目前最想干掉的是陆梨 当然提前干掉了血比 并且在团队赛上大放一彩 决定了最终胜利 这是意外之喜 黄金套装 传奇靴子 其他基本全是暗金 浑身几乎插满了捡需求的石头 十一哨这一身花了 大约数千万现实币 而且动用了游戏里所有的人脉关系 不然有再多钱也买不到 今年黎明之意 据说获取了上亿的投资 但是整个工会年末 仍然过得紧巴巴的 就为了这一次比赛 他们的野心是冠军 黎明之意要登顶 写笔看到十一哨的话 更郁闷了 他这才意识到 世界频道说话是多么的愚蠢 可惜已经没办法撤回了 很快 一个个的赛手 明星赛手 游戏名人 全都出来调侃血比 难道有这么热闹的时候 花几十块钱爽一把 似乎挺合算 血比那句话 陆里没看到 他忙着一场又一场地刷 但是随后他的名字 被人屡次刷新 想不看到也难了 很快他就了解了事情的始末 有点哭笑不得 这算是什么事 他和血比又没仇 不管前世和今生 都挺钦佩这些 一步步凭着实力 走到现在的明星赛手 只不过为了省点时间 我都认输了 怎么就不尊重你了呢 犹豫了一下 陆里忍通花了 一个金币 在游戏频道上解释了一下 表示自己真的是赶时间 大家以后有的是机会打一场 明星的一点一滴 都能成为新闻 明星赛手也一样 于是写笔的 那句悲愤质疑就火了 你啥意思 你为什么看不起我 被各大社区引用转载 甚至被配了图 做成表情包 陆里解释之后 就不再纠结这事了 从头到尾 这纯粹都是一场误会 他并不觉得竞技场的这种胜利 有什么好证的 就算打赢了那点荣誉点和经验值 也没什么性价比 千夫掌军衔的人 就没有那种特别菜的了 所以陆里花了五个多小时 才达到万夫掌的军衔 这一次 他的运气稍微好了一点 得到了一个10%的石头 上辈子 他卖过一个10%的石头 那会儿捡需求宝石 已经没那么值钱了 但是仍然买了好几万块 算是一笔 对他来说很丰厚的巨款了 5%的石头 他还是拿去换和三月雨 换了7%的石头 三月雨目前48集 50集的死亡之书 只需要用一块5%的时候 就能装备 7%的石头 可以留着以后再用 第977章 游戏教科书 这样的话 陆里手上就剩下一块7% 和一块10%的石头 稍微能够缓解一下 他对这种石头的需求 竞技场和战场一样 胜利了之后会奖励一定的经验 但是奖励的没有战场那么多 毕竟竞技场 还是比较单纯的偏向PK杀人 陆里刷到现在 也就得了3%不到的经验 比野外打怪炼击的效率 还要低一些 万夫长的奖励拿到以后 他还是继续刷了一回竞技场 直到一个意想不到的人联系他 如果不是这个信息 他可能都忘掉自己的 好友列表里有这个人 苏姑娘恐怕从来都没想到 有人会忘记自己 有事 声调虽然不至于不耐烦 可是一点惊喜的感觉都没有 苏姑娘很确定 他用一种很委屈的声音说道 或许你应该没有忘记 曾经答应过我什么 我现在很忙 其实也没多忙 随随便便打打竞技场而已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带我升级呢 苏姑娘也不是不讲理的人 如果陆里真的很忙 他也不介意重新约一个时间 啊 陆里有点头疼 你要升到多少级呢 苏姑娘不是他的小徒弟 NPC升级非常快 比玩家不知道快了多少倍 而且苏姑娘打怪 又不分给他经验 更没有声望 有了对比之后 陆里对待一个漂亮妹子 升级半点兴趣也没有 其实我就是想 发现一点这个游戏的乐趣 可是我等级太低了 嗯 现在是两级 我已经被这些小怪干掉好几次了 苏姑娘很郁闷 他现在还在北郡修道院 人族新手村 那好吧 我带你玩一会吧 一个女孩子 而且是从来没玩过游戏的那种 在新手村举目无亲的挣扎 想想都觉得可怜 谢谢你啦 以后有空请你 吃饭 苏姑娘很胆激 他其实很喜欢这样的交流 像个正常人一样 对方似乎丝毫不因为自己的明星身份 而大惊小怪 弄得他都以为自己从来没进过 娱乐圈死的 事实上路里确实不觉得 明星有什么了不起 能吃吗 北郡修道院坐落于暴风城东部 爱尔文森林北部的山谷中 有人说 他是爱泽拉斯灾难的 起点 因为 正是那位在这里沉睡了十几年的魔法师 打开了黑暗之门 从而将这块大路 置于野蛮凶残的绿色风暴之中 不过也有人说 他是希望之源 安杜因洛萨爵士从死亡矿井死里逃生 也是在这里休养生息之后 才扛起了联盟军指挥的大旗 无论如何 不可否认的是 这个幽静的山谷里 走出过很多英雄人物 包括创立白银之首的阿龙索斯法奥 圣骑士们那句 我们以鲜血 捍卫荣耀的口号 至今被人传送 修道院的命运 与此无关 即使经历了那么多 他还是人类冒险者出发的起点 陆里其实原本有一万人类的 人类这个种族 在某些方面 比精灵更具有优势 只是为了他上辈子 对精灵比较熟悉这个优势 还有至尊戒指的缘故 他毅然投入了精灵的怀抱 苏姑娘 穿着很普通的圣骑士装备 就是出生时候 送的那一套人类板甲 尽管这套板甲 被誉为曙光这款游戏最丑的板甲 但是穿在苏姑娘身上 却一点也不丑 这女人似乎穿什么 都能让人觉得恰到好处 而且他也并不如陆里想象的那么可怜 陆里在不远处 看了大概一二十秒钟 这短短的时间 已经有三个试图过来搭讪的 可惜 都在苏姑娘似笑非笑的注视下 打了退堂鼓 这是今天第二个印象 这女人并不像展露在大众面前 那么的贫逆惊人 单单是一个眼神 就能让宅男们自残行贿 觉得自己上去唐突家人 真是罪该万死 为什么玩圣骑士 陆里忍不住问道 他很好奇 一个女孩子玩圣骑士的原因 曙光这个游戏对圣骑士定位太过阳刚 很少有女孩子玩圣骑士 夜色那种讨厌男人的女人 例外 呀 你什么时候来的 不声不响的 站在人家身边 实在太吓人了 苏姑娘拍着胸口抱怨着 随着他的动作一阵的波涛汹涌 我是盗贼 本来就没什么声响 陆里扫了一下 周围 对苏姑娘招风引蝶的本事 叹为观止 这一刻 至少有近百名新手玩家 在不同的位置 从不同的角度 窥视两人 回答你刚才的问题 因为我要加入守夜人组织 苏姑娘很帅气地挥舞了一下手里的新手剑 差点砍到陆里的大腿 想不到这女人 还有如此中二的一面 陆里稍微离她远了一点 对她的远大抱负不置可否 她或许应该和与四流浪人士先打个招呼 让她把这女人 引入夜色镇的守护队伍 一旦有了苏姑娘的加入 可以想象 会有多少雄性激素 分泌过多的男性玩家 涌入夜色镇 就算苏姑娘什么都不做 就在夜色镇的旅馆里睡觉 也能保住夜色镇万无一失 我还是先叫你怎么玩游戏吧 首先握剑的姿势不对 你应该这样 陆里没时间和她聊天 直接带入导师的角色中 和小猪如淑妮不一样 苏姑娘是个战斗小白 我在现实中玩过击剑 苏姑娘有点不服气 她觉得自己 其实不需要被指点这么低级的东西 闭嘴 看我的动作 陆里说 苏姑娘张张嘴 表情完全是被吓傻了 她长这么大 似乎就没有人 对她说过这两个字 在随后的教学中 苏姑娘终于完全相信 陆里不是装模作样的 而是真的没有把她 所谓的美色放在眼中 下面我教你接任务 陆里教完了基本的游戏事项 然后给她讲解 什么是游戏的任务 她完全把这一切 当成了一个任务 没有闲聊 没有调笑一本正经的 把游戏的基本知识 交给游戏小白 苏姑娘 其实一直处于摄像状态 她是游戏的形象代言人 所以陆里的这些讲解 完全被录了下来 事后 是教科书式的讲解 于是果断地 把这些上传到了官网 成为官方的新手游戏教程 第978章 八卦 陆里 堪称游戏圈最好的老师 然而苏梅姑娘 却必然不是最好的学生 这妹子 性子跳脱 玩性太大 而且对游戏也没什么天赋 陆里教的她连十之一二 也未见得能够记住并领悟 好在陆里 也把她当成徒弟 也没指望 她能够有什么成就 其实 苏梅这样才是真的玩游戏 会因为一处风景太满驻足 打怪的时候 会因为看到一朵漂亮的花 而跑去采摘 如果要对付的怪事 在太萌太可爱 她又死都不愿意去打 好在她的魅力值 和小八将一样的那天 幸运值似乎也不低 这完全是一件 很正常的事情 她不是普通的玩家 她是游戏的形象代言人 没有直接把等级调到50 然后给一套神装 已经算是游戏公司 比较公正了 魅力值比较高 除了能够和 NPC打好关系 还能在任务中 或许更多的经验 这也是小八将花来升级的 时间比较少 等级却比一般人 高很多的主要原因 她目前在等级榜前时 比一般的练级狂还要高 我可不可以 不要这个盾 你让我帮你杀 12个狗头人矿工 我杀了15个 苏姑娘很认真的说道 她完全没把这里当成游戏 很认真的讨价还价 发布任务的治安官 马克·布莱德文言一致 她的智能程度并不高 显然一时半会 无法计算这种 讨价还价 有没有什么依据 最后可能是苏姑娘的魅力值 起到了作用 她给苏姑娘换了一个 看上去小巧精致 但是属性要更好的盾牌 一次两次 陆离逐渐麻木了 她自己和这些魅力之高的人 玩的不是同一款游戏 她走在前头 也不打怪 就保护着苏姑娘 不会被葡萄园的 迪斐亚盗贼杀死 这是一个倾角任务 算是人类新书村 低级任务里面 比较有危险的 毕竟这里的小怪 出了名的仇恨范围广 和刷新速度快 你和水精灵 到底是什么关系 苏梅非常的好奇 这其实是她选陆离带恋的 最主要原因 没什么关系 我们工会和她的工会 有一些合作 陆离轻描淡写地解释道 你猜我信不信 苏梅眨眨眼 如果你玩圣骑士 的话 我建议你 还是玩乃琪算了 乃琪刷写的手法 比较简单 相信你能做得不错 打怪的是 其实也不用担心 只要学几个伤害技能 然后配一套输出装备 照样很效率 有没有人告诉过你 你转移话题的手段 真的好捉练 苏梅叹息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不想谈这件事 本来不存在的事情 你要我承认什么呢 苏姑娘 你要是不需要陪练的话 我就先走了 陆离扯扯嘴角 感觉今天这保姆 当得有点心累 别急啊 我还叫了朋友 等一下就来了 苏姑娘促暇地笑着 我已经来了 苏梅 你不老老实实地 去做你的明星 玩游戏 是要闹哪样 冷冰冰的声音 在苏姑娘背后响起 吓得她惊叫一声 娇梅的脸庞都白了 刚刚进游戏 她显然不适应 盗贼职业的神畜鬼没 你鬼叫什么 水精灵从前行中出来 无奈地看着 惊慌到几乎飙眼泪的苏梅 尽管大半个脸都蒙着 只露出一对漂亮的眼睛 但是水精灵 站在苏梅的身边 依旧丝毫不落下风 尽管她在游戏里的 这点人气 和苏梅这种男女老少 都认识的大明星 没法比 你 你吓死人了 苏梅指着水精灵 气得说不出话 抱歉 吓到你了 水精灵很没诚意地说道 你还没回答我 为什么跑来玩游戏呢 该不会是大家终于发现 你是个白莲花 都不喜欢你了吧 你才是个白莲花你 哼 整天装模作样的 还蒙着脸 好像长得多好看似的 苏梅冷哼 总比你好看那么一点 水精灵也不客气 陆离在旁边看得有点呆滞 她本以为这两个人是好朋友 闺蜜呢 为什么一见面就如此的唇枪舌剑 你可别忘了 我才是笑话 而你当年只是细花而已 苏梅得意洋洋地说道 懒得和你说了 你找我来做什么 水精灵叹了口气 实在不想在陆离面前和别人吵架 总觉得有损她的个人形象 但是她和苏梅 自从踏入大学校门 就成了死敌 这是 没办法解决的事情 待我升级啊 让你们两个游戏高手 待我 我觉得好有面子 苏梅恢复得也快 就你 一百个人 但你也成不了高手 水精灵还是习惯性地赐她几句 不过 她至少没直接转身走人 说明 苏梅和她 倒也不是单纯的仇人关系 我有自知之明 苏梅眼珠子一转 唉 我说 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 为什么论坛上说 你们是狗男女 管你什么事 水精灵哼了一声 你别有事没事 找人家带你升级 你知不知道 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 时间有多宝贵 想找人的话 直接花钱找带恋去 我偏偏要找她 苏梅跑过去 想要挽住陆梅的手臂 却被陆梅敏捷地闪了过去 你们两个既然认识 我就先走了 陆梅深深地看了 水精灵一眼 不想再继续掺和下去了 她也算看明白了 这两个女人虽然认识 恐怕平时相处的 并不是太愉快 唉 你别走啊 你答应过我的 苏梅 急了 她的 乐趣就在于调戏这两个人 以她对自己这老同学的了解 陆梅这人对水精灵来说 一定是不一样的 再见 陆梅已经进入前行消失了 显然没有留在这里 被人调侃的打算 临走之前留下了一句话 过两天 我把工程学上一下 奥金步枪做好了之后 邮寄给你 啊 居然真的走了 这还是男人吗 苏梅气得冒火 我来带你吧 不过别指望我做保姆 水精灵 对陆梅二话不说就走的行为 一点都不感觉到意外 这才是我行我素的陆梅 或者说 从来都不会因为美色而动摇的 陆梅 你怎么会喜欢这种人 你该不会真的喜欢她吧 苏梅很八卦地凑过来 信不信我杀了你 水精灵 你起眼 那就是喜欢了 不然你会直接否定的 天哪 我一直以为你这辈子都不会喜欢男人 苏梅大呼小叫 第979章 无限变扬 第七天堂 今天的比赛是第七天堂 是不是很麻烦 跟昊三抽签之后 回来问道 这是百强赛的第三场 前面的两场都没碰到什么高手 现在碰到了第七天堂 就算对自家再有自信 跟昊三也不觉得第七天堂好对付 更何况现在的南波斯瑞 成了变态 手持传奇法杖的南波斯瑞 开始傲视一众法神 他的存在让肖默 莫望峰都黯然失色 他现在就是团体赛里的神 陆离一听第七天堂 也瞬间想到了 让人头疼的南波斯瑞 那把传奇法杖有一个特效 那就是变阳术成为顺发法术 不需要独条 只要一指目标就变阳 无限的变 也就是说 他可以让一个对手在团体赛中废掉 陆离倒不怕他 因为他的解控技能多 而且 盗贼很多时候都靠先手 他有信心 让对手拿他没办法 但是其他人就不行了 尤其是三月雨 一旦他不能自如操作 裁决之剑将会面临团战中 无治疗的尴尬局面 到那时候 裁决之剑必然输掉团体赛 不是他们杞人忧天 第七天堂 已经靠这种手段 联姻了赎场 黎明之意的十一手 第七天堂的南波斯瑞 裁决之剑的猫猫爱吃肉 这三位是本届比赛 风投最近的赛手 都有决定一场胜负的实力 其实输一场两场也没关系 并不影响我们进入十六强 跟号三看陆黎神色严肃 出声安慰到 能不说还是不输的好 还有多久比赛 陆黎摇摇头 大概六七个小时吧 这一场比赛是下午的 跟号三不明白 陆黎为什么这么执着 反正百强赛晋级十六强之后 所有的积分都会重置 有些工会甚至会故意输掉比赛 早在之前的比赛 就有人操纵比赛的胜负 比如裁决之剑的积分 这样做当然有好处 对手最起码要奉上一大笔钱才行 有大把的工会 为了不被淘汰而愿意出这笔钱 不是所有的工会 都如裁决之间这么穷 陆黎联系了自家队友 弄了一个二十人的队伍 新兴拥兵团的十个人 加了俱乐部的赛手 又在工会里 找了几个信得过的人 荒芜之地 位于爱泽拉斯大陆东部大陆 是一个充满了岩浆的灼热之地 滚烫的热浪 搅动着空气中的热量 不能给这闷热的大地 带来一丝凉爽 只有仙人掌 灌木从这样最顽强的植物 才能在这严酷的环境中生存 不过这里盛产秘银矿和色银矿 所以还是有不少玩家 愿意为了采矿 而承受让人烦躁的灼热 十人魔们步履攀山 脚步阵天地 踏在军烈的大地上四处游荡 搜寻着落难者 狮群潜藏在峡谷中 伺机而动 密食的幼龙们 则掠过昏黄的天空 再算上铁卢堡的老对手 十恶怪和黑铁矮人 这就是这糟糕的地方 被称作荒芜之地的原因 陆里等人踏上这片土地 首先就遭遇了战斗 这就是他为什么要组这么多人的缘故 55级的怪 就算是普通怪 也不是他能对付的 而且在这样的怪物 中间前行更是找死 我们要找什么人 蔚蓝海风很讨厌这里的天气 他一身防御重甲 整个人都包得密不透风 一个矮人 名字大概是迷失者 塞尔杜林 原先是目光之锤的一员 后来不再信仰目光之锤的教条 他在两个朋友的帮助下出逃 陆里解释道 有一本关于大地公主的传记 说 塞尔杜林逃走的时候 带走了一张密斯莱尔卷轴 密斯莱尔卷轴是干嘛的 听陆里讲故事 至少能转移一下 大家对炎热的注意力 密斯莱尔是大地公主的名字 卷轴 当然是用来召唤大地公主 陆里一把扯掉蒙面巾 这里的环境 让他恨不得甩掉所有的装备 但是他很清楚 这是不可能的 危险的怪物 会让这种行为形容找死 目的地 在阿格拉玛之锤附近的山坡上 爬上去之后 就会碰到 NPC三人组 迷失者 塞尔杜林 矮人 卢西恩枪碎 诸如 以及流放哲马特克 兽人 请不要误会 我们不是坏人 陆里连忙叫停 他们一行人的到来 把NPC三人组吓坏了 他们差点就动手了 在听到陆里的叫停之后 把阿将 过来 陆里后退两步 当小巴将上来 和NPC沟通 魅力之低就是如此的尴尬 本来应该触发的任务 很难触发 甚至根本就触发不了 刚才 要不是他反应快 估计现在都已经动手了 我们是四处流浪的冒险者 请问你们认识一个 叫做塞尔杜林的大叔吗 小巴将 按照陆里叫的开口问道 他一出面 立刻就让 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 消融一空 嗯 我就是 孩子 你找我什么事 矮人放下武器 很和蔼的问道 我操 有必要如此区别对待吗 陆里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 就算 重生不是万能的 也没必要 让他如此讨人闲吧 我听说 你有一张密斯莱尔卷轴 我很想知道 那是干嘛的 大叔 小巴将 很熟练的套情报 换做陆里 这样觊觎 对付的卷轴 估计直接就是一轮攻击 砸到头上 但是小巴将 没必要拐弯抹角 他做任务 一直简单粗暴 他在玩家论坛上 是名人 写了不少任务攻略 然而并没有多少人 敢照着他的攻略去做任务 不仅仅是失败的概率太大 而且经常有生命危险发生 不是所有的人 都是系统亲闺女 亲儿子 你 密斯莱尔卷轴 你要那东西干什么 他强大的魔法力量 可以把密斯莱尔 召唤到地面上来 那时候 我们就有大麻烦了 迷失者塞尔杜林 关切地说道 大叔你放心吧 我这些朋友们会保护我的 小巴将 拍着平平的胸口 很雄壮地说道 只可惜 他被毁掉了 元素生物 偷走了卷轴 并将它撕成了碎片 如果你能搜集那些碎片的话 也许我们还有希望 将它修复成原来的样子 那些元素生物 在什么地方呢 小巴将问 塞尔杜林 指点了元素生物出现的位置 还让侏儒给陆里等人 加了一个清凉的 Buff 大家瞬间感觉炎热离体去 这显然是 NPC心疼小巴价给的福利 第980章 驯龙 怪物离得不远 名字就叫被激怒的石元素 被激怒前缀的并不多 只有七八只 陆里上辈子 来做这个任务的时候 那叫一个惨烈 无数人 争抢七八只怪的结果 就是 大家最后都在打架 杀得血流成河 散人玩家 甚至要做好几天 才有可能 打到所需的任务物品 一不小心 就有可能成为 群战之下的炮灰 眼下就没有类似的烦恼了 整个荒芜之地 都没什么人 更没有人和他们抢怪 不过要打20份 任务物品的话 也不容易 大家三四个人 一个小组 占了位置之后 正好清理攻击范围的小怪 两个人攻击 一个人捡东西 陆里随便分配了一下位置 几个55级小怪 看到他们 就已经扑了过来 被激怒的石元素 防御很高 攻击也比普通石元素厉害 但是他们的缺陷也很明显 那就是 血量要低很多 陆里这样的攻击 差不多七八下 就能解决一下 如果两三个人打的话 和秒杀也没什么区别了 没出 蔚蓝海蜂 这个没什么攻击的家伙 只能憋屈地负责捡东西 没出正常 卷轴碎片 掉率有点低 陆里习以为常 反正距离比赛 还有六七个小时 今天妥妥地完成任务了 是不是这东西 弄皱的卷轴碎片 残梦手里 抓着一小块碎片 脆身问道 大脸要不 这么快好不好 陆里刚出 没那么容易出 小猎人立刻就摸出来一个 完全验证了 小红手在任何时候 都能秒杀他们这些渣渣 大家都别自己摸尸体了 让残梦来吧 陆里这才想起来 自家有大杀器 第一波杀死的六只怪物 只有残梦摸的两个怪物 出了一件任务物品 其他人全都是白板装备 或者垃圾材料 留着卖商店都占包裹的那种 有了残梦这个小bug存在 原本以为要花一两个小时的任务物品 只二十多分钟就收集起了 破损的卷轴碎片 弄皱的卷轴碎片 和烧焦的卷轴碎片 三种碎片 即便是最少那种 都有二十个 带到迷失者塞尔杜林这里 看看合在一起之后 他会告诉我们些什么 迷失者塞尔杜林 一点为难小巴将的意思都没有 很干脆的 给合成了二十张 逆斯莱尔卷轴 大家团坐一圈 当真是组队围观了 天呐 天呐 厄运就要降临了 他已经朝我而来了 厄运就要降临了 合成卷轴之后 迷失者塞尔杜林立刻吓傻了 大家完全被他弄得 障碍合上摸不着头脑 要不要这么入戏啊 请问 是什么样的灾难 我们这么多人 小巴将自信心爆棚 他做任务 就从来没失败过 不 我不能说 不能说出他们的名字 否则会被他们听到的 但是 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 对他们有更多了解的话 也许我们就可以知道 如何击败他们 需要我们做什么 小巴将的眼睛亮晶晶的 越是有难度的任务 他越是感兴趣 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 在任务这一块 他可以毫不客气地说 自己就是大神 什么游戏第一人 明星赛首 都要靠边站 到奥达曼去 你们必须找到 找到雷乌纳石板 对 找到他 别让我再提到那个名字 他深藏在那里 就在一个古代的箱子里 这个箱子 甚至比矮人族群的年代 还要久远 奥达曼 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一个私人副本 奥达曼 奥丹姆和奥杜尔 是土林最先建造的 以远古泰坦命名的城市 而现在 这些城市 被深深埋到了地下 土林 在这里沉睡了将近八千年 最近 矮人探险家 发掘出了这座 被遗忘的城市 放出了 泰坦巨人失败的造物 学巨人 这个应该不需要那么多人 我和小八将一起去就行了 陆离算了一下距离 然后回忆了一下 这一路上的怪物 开口提出了 自己的建议 最重要的是 选好路径的话 恍惚之地的天空 将会比地面要安全得多 我的龙还驮不动我啊 小八将发愁 他的龙经过这段时间的折腾 确实可以飞上天了 而且因为 生儿带来的天赋 他飞得还不错 可惜他还没能力 拖着小八将飞 小丫头虽然矮小 但是相对来说 依旧太重了 我背着你吧 你不是会变吗 陆离翻了个白眼 这丫头整天一门心思 在他的精灵笼上 估计连自己会变身蝴蝶 这件事都快忘了 有那个蓄浓的时间 不如多练习一下飞翔 学了飞翔技能 还会因为飞不好 而撞术的人 估计也就这丫头一个了 陆离啊 你现在像不像我的坐骑 小八将变成了蝴蝶 钉在陆离变身而成的乌鸦头上 就这样被带着上了天空 我去 别当成做起的陆离怒了 他当成就是一个空中翻滚 小八将根本没防备 直接从陆离身上掉了下来 呀 如果有人能看得清 一定会发现 小八将变成了蝴蝶症 一边张牙舞爪地乱扑腾 完全忘了自己 也会飞得失实 陆离在他落到怪物堆里之前 一个俯冲 将他抓在爪子里 腾空而起 偶尔欺负欺负小丫头 也挺有意思的 虽然有点圣之不武 陆离才不会承认 他是因为极度小八将 更被NPC带见才这样干的 现在的奥达曼是一片废墟 陆离并不需要进入副本 他带着小八将 装模作样地搜寻一圈 一不小心就找到了 那个迷失者塞尔杜林说的山洞 飞了进去之后 立刻就看到 里面有一个大箱子 非常显眼 就在正中间的位置 周围有四个小型的图腾柱 镌刻着很多莫名其妙的名文 放我下来 小八将落地之后 差点被折腾 哭了 以后要自己好好学着怎么飞 我这都是为你好 你忘了自己怎么驯龙的吗 陆离说的是 小八将把精灵龙 从高处丢下去的事情 今天陆离捉弄小八将 简直就是 他驯龙的翻版